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寇士远 我们一再强调 这个爱是宇宙中间最伟大的存在 因为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爱里面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掉 可以说爱是个最完整的东西 有爱的人没有怕 你看每个做母亲的人 从来没有怕儿女 假如儿女传染病了 妈妈是抱在身上 你从来不怕传染 有爱的地方就没有惧怕 而惧怕就是人生最大的仇敌 有人说的好 惧怕的本身是世界最可怕的东西 这是罗斯福讲的话 美国总统罗斯福讲的 惧怕的本身是人类最可怕的东西 一怕很多问题就来了 但是爱能够胜过惧怕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在过去两次节目中间 已经郑重的介绍 爱的具体的内容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再介绍 所根据的圣经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四节到八节 我们已经介绍过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张狂 那么今天继续往下看 就告诉我们说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爱是不求自己的遗处 爱是不轻易发怒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这几点都是爱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 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什么叫做害羞的事情呢 那么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暗中的事情 偷偷摸摸做事情 我们基督徒呢 是大大方方的 没有暗中做事情 不会做一件事情 自己想起 脸都会红的事 不做 我们所做的一定是 光明磊落 没有暗中要做的事情 我们中文人有一句话 是说 书有未曾经我读啊 事物 事情呢 没有不可与人言 有的时候我们的书啊 你也不见得念了很多 书有未曾经我读 可是事情呢 没有一件不可以告诉别人 对不起 我们看到事情 每件事情啊 都可以告诉人 那意思说 我们有个人的机密 业务有机密 国家有机密 但是基督徒本身没有机密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坦然的 公开的 对任何人可以说的 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那这个叫做爱 爱是不计算 人的恶 爱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也是不轻易发怒 更要紧刚才讲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做害羞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说心中有亏欠 你做完了 心里面想起来也不对 这件事情做得很有贵 内疚 有内疚感 这个内疚感呢 就是罪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 给我们造一个良心 假如良心控告你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罪恶感 这个内疚以来啊 你觉得羞羞愧愧 所以羞愧本身就是个罪的反应 那么我们讲不做爱羞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 说我们所做任何事情 向谁都可以公开 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不会忘记啊 到二十多年前呢 我刚到美国 到美国这个纽约去讲道 后来呢 就到芝加哥去讲道 你晓得芝加哥那个地方是罪恶很多 芝加哥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据点 我到了芝加哥 有个弟兄来接我 从飞机上往他城内走 路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子 那个广告牌写什么呢 英文叫做Playboy Playboy 我刚来美国像土包子一样 也不晓得什么叫做Playboy 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你真不知道 这叫花花公子 我说花花公子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花公子里面 都是黄色的东西 黄色的图片是什么 我说这个为什么广告这么大呢 他说很多人看 很多人需要这个黄色的东西 好像来找些刺激 那么这位弟兄就开我玩笑 他说你这个做牧师的 要不要定一份 我说你不是开我玩笑 我说牧师定这个干什么 他说你不晓得 牧师订阅八折优待 八折优待 你看这个世界多厉害 他鼓励牧师去看黄色东西 看完了鼓励他会友去买 这个是简直是很荒唐的事情 但是你就看见今天世界的趋势 他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黄色镜头人都喜欢看 你就多制造一下这种镜头 多贩卖一些这种书开 反正人需要 结果我就发现了 真是有不少基督徒暗中在看这种东西 暗暗的偷看 这叫做什么 圣经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情 爱是不做爱你的事情 偷偷摸摸的事情 偷鸡摸狗 我们不来 我们要做大大方方 光明磊落 因为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不是活在爱的里面 那是活在世界里头 爱跟世界有很多地方冲突的 因为爱是神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让我们看见说 在爱的中间 人就是正常了 人就健康了 思想也健康 那么活着生活也正常 他不会有些黄色的困扰在里头 不错 圣经也讲 耶稣说你一个男人 看见一个女人 你动了一个恶念 你就是犯奸淫了 你看这个标准多高 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 动了一个恶念 黄色思想来 你就犯奸淫了 那个意思是说 人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一个思想 一个念头 上帝都知道 我们人最多就能看行为 看言语 你不能看他思想 思想是没有颜色的 你怎么看呢 他在脑子里 但是上帝看得见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 所以因此我们人 如果有黄色思想 这种淫乱的思想 只有一个方法 接受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做你个人的救助 靠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 洗我的罪 因为圣经说 若不流血 罪不得赦免 那么他流的血 他是无罪的人 替我们有罪的人去洗净 保血里面有奇妙的功用 能够洗出人的罪 所以我们在保血底下 就成为圣洁了 你要想过一个 不做害羞的事情 不做暗中的事的人 就需要常常靠耶稣的保血 因为今天的世界 满眼都是银色 这充满淫乱的世界里面 你要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有主 主的力量给你 你才能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第二 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他原文的意思说 你不要单单为了你自己打算 你就忘掉别人的需要 我们常常说 我们人不可以把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很多人就是这样 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那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什么 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专门替别人打算 拿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来说 他就是最好的榜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主在世上的时候 至少行了三十五个神迹 三十五个神迹 所谓神迹呢 都是超自然的事情 人做不到他做了 他行了三十五个神迹 却没有一个神迹 是为他自己做的 他完全是替人服务 每一个神迹的产生 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一就是神的大能 第二就是人的信心 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 结果神迹就出现了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病了 你要有信心的话 有人有祷告一病的恩赐 替你祷告 你就病就好了 因为神的能力 加上人的信心 神迹出现了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曾经行了三十五个神迹 比方说 他能够使把水变成酒 使结婚宴席得到满足 他把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使那么多人没有闹饥荒 他把瞎子的人给治好了 能看见 哑巴给他治好 能说话 笼子给治好 能听见 长大麻疯的 给他治好了 恢复正常 甚至于他能把死人弄复活了 至少有三个青年少年人 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把他救活了 从坟墓里面救出来 你就看见 这叫做神迹 所谓神迹 就是超自然的事实 很多人 就是对神迹发生怀疑 说怎么有神迹的 今天还有什么神迹歧视吗 有 因为神迹是神做的 你请你不要觉得稀奇 你比方说 宇宙中间 大自然的现象 都是神迹 你比方说 一个草 一棵草 一朵花 这都是神迹 人也不能造草 不能造花 一条鱼 也是个神迹 都是神造 所以你看 大自然本身 就是个神迹 不过 那自然是人 看惯了的神迹 天天看 看惯了 不觉得稀奇吗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看惯了 没什么稀奇 但是今天你看一个人 假如说 哎呦 童女生孩子 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 这不可信 因为你没看惯 看惯了就变成自然了 习惯成自然吗 你看惯了就不觉得稀奇了 但是事实上 你去注意 整个宇宙本身多奇妙 多奇妙 很多是你不可思议的 一粒麦子 黑一点 埋在地里死了 就长出许多子粒来 你看 一个麦子 放在土地里面 就长出来了 一个花的种子 你把它放在地里 它开出来 开花结果 你看奇妙奇妙 花有各种颜色 你说谁能造呢 这就叫做大自然的奇妙 而大自然就是上帝的代名词 就是上帝 所以神迹是很奇妙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稀奇 时间可以证明 也许将来科学更多的进步 就更能证明 许多今天人看不懂 想不通的 将来都是习以为常了 都觉得非常自然 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那么主在地上 三十三年半 行了三十五个神迹 他没有一个神 就替他自己做 他真是一个 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人 他所求是别人 他是个没有自己的人 忘我的人 完全忘掉自己 没有我了 无我 这无我真是不容易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一个境界 就是好像无我的境界 有人说的 你如果要想痛苦的话 你就要多多想到自己 你越想自己越痛苦 对不对 你想到我的问题 哎呀我自己这么多麻烦 越想自己越痛苦 那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自己 忘掉自己 你能够把自己忘掉 就是最高的喜乐 我在两年前动了一个手术 英文叫做Angioplasti 就是一种心脏不好 用气泡把它打通了 给我打通 做手术的外国人是英国人 他告诉我 他说你是个牧师 我是个基督徒 所以你今天最好的方法 不要想到自己 因为这种手术 不是全身麻醉 局部麻醉 所以我自己清清楚楚 他一举一动 我都感觉到 局部麻醉 他说你看我 我看他满脸大汗 他说你替我祷告 你不要想到自己 你如果想到自己 你会怕 会紧张 一紧张 我那个心脏有堵塞 他就不好打通了 所以他说你得想我 你得看我 替我祷告 然后你就忘掉自己 那个时候你就 你就很容易打通了 果然这是很好的方法 我就一直 一个半终点中间 打通了三根堵塞的管 真是不容易 一根堵塞的99 99% 第二根也是99% 第三呢 85% 整个心脏里面 那个三根主要血管 只剩下17%了 都要堵塞了 那是上帝的怜悯 只打一个半小时就打通了 那医生恭喜我 他说你是最合作的病人 也是最勇敢的病人 我说不是 因为你教得好 你要我多想到你 我看到他满头大汗 打的时候紧张 他就怕稍微挫下来 就会死亡 我就会碰到死亡 所以我就为他祷告 当然也就是为我祷告 我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忘掉自己 结果就因为叫relax 就放松了 放松了 一直放松 他就很好打 打通了 所以你看这叫做忘我 我们只求别人的遗处 就相对的忘掉自己 这是爱 你如果爱一个人 你多替他打算 你多替他打算的时候 你就相对的 没有时间多替你自己打算 这个时候你替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的问题呢 上帝就替你解决了 有一句话是经验之谈 当我挑起别人的担子的时候呢 我的担子呢 就上帝挑了 我有病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自己越想越病 我得不想自己去替别人想 我想那个弟兄有病 那个姊妹有病 他比我还严重 我就用全心全意去爱他 去替他祷告 这样一来 我自己忘掉我了 那个时候我就得到医治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际的方法 可以介绍给你 那么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的主就是放弃了 神的地位来到地上做人 做人而且放弃了 也不是在一个上流社会 他是像生在一个穷苦的人家 是个亡国奴的家里 犹太已经亡国了 那个时候第一世纪 他是做一个亡国奴 而且降在一个做木匠人家里 非常穷苦 你就看见 神不做来做人 而人也做得那么卑贱 这是我们主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别人的益处 因为他必须这样降卑自己 到不可再卑了 不可再低伪了 才能够救全世界每一个人 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 耶稣不能救我 因为他太高了 或者他太低了 他比你最高人还高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也比你最低位的人更低 因为他是亡国奴 他在地上做犹太人 亡国奴是个穷苦的人家出身 人家看他私生子一样 求主宝血遮盖我讲这句话 人家看他像私生子一样 但他不知道是圣灵感动 玛利亚圣 所以你就看见 这是我们主的不求自己益处 求别人的益处 这是好 第三 爱是什么 不轻易发怒 不是不发脾气 是不轻易发怒 动不动就发脾气 就不是爱 我们今天很多人 动不动就发脾气 结果自己倒霉 自己损伤 你晓得一个人 发一顿脾气之后 他内心多少伤症 在生理上 整个倒转 好像都逆转了 发一顿脾气之后 里面组织破坏很多 因为他这个不顺 不顺 反过来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心脏病 血压高 再有什么糖尿病 再有很多什么各式各样的 肠胃病 胃胃痒 都跟脾气有关系 但是今天的世界 不如意识 时长八九了 你怎么样 样样都满意呢 碰到不如意识 你要想到 爱是不轻易发怒 这句话 如果你有神做你的生命 你就不随便发脾气 有个人解释很好 他说发怒 是什么意思 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 你想这个解释好不好 什么叫做发脾气呢 替别人的错误负责 这个人做错事惹你生气 你就发脾气了 他实在是他错误 他就生气在对 你替他负责 你反而错误 这个发脾气是替别人的错误负责任 这个我们古代汉朝有一个大臣 叫做吉安 独立史人叫做吉安 这个是个很有修养的人 有一天呢 他买了一个古董 一个古的花瓶 花了一万两黄金买了一个古花瓶古董 然后很很 当然很值钱很宝贵的 就请很多亲戚朋友来看 来欣赏这个古董 他就放把这个古董一个瓶子 放在一个高脚架 一个很高的脚架放在顶上 让大家在旁边看 那么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那个碑女 她家里用人 下面就来倒茶 给大家很多人来看 几十人来看 就倒茶一个倒茶 有个碑女不小心 走路走到那个架子旁边 不小心一绊脚 又把这个架子绊倒了 上面一个一万两黄金买的瓶子 股瓶摔下来摔得粉碎 你看这个多严重 这一发生件事情 全场人都吓坏了 这个碑女一看 这件事情发生了 晕倒在地上 晕死过去了 吓死了 吓了 晕在地上 现在全大家都在看 这个首相 这个宰相 看他怎么反应 他看这件事情发生了 他并没有可惜 也没有叹气 也没有骂人 他就叫说 赶快先把这个下女救活了 她现在晕倒了 赶快就喷水啊 什么救 把她救活了 这一救活之后 这个碑女看见主人 就跪下去 说主人啊 我该死 我该死 我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坏了 你就把我卖掉都赔不起 把我杀掉都不能赔了 我真是该死啊 痛哭 流泪 不用头啊 撞在地上 就求 那这个主人说就是什么 你猜 他小句话真美 我是小时候读汉书啊 还记得这句话 他说什么 辱物也 非故也 何故 何罪之有 你是误 错误 不是故意 辱物也 非故也 何罪之有 什么罪呢 你看多轻松啊 一万两黄金买的这么 一下摔碎了 他也把他赦免了 辱物也 非故也 何罪之有 你是误会 你不是故意 没有罪 那这么轻声 哇 所有人都佩服这个宰相 宰相肚子里好撑船嘛 是宽宏大量 佩服他 等到人都走了 他儿子就跟他爸爸讲 说爸爸今天这个下去 该死 这是该死 这怎么做这么荒 这么大的错误呢 他说 你忘记了 孔子怎么说过 孔子的马房烧火了 马房 放马的地方 着火了 孔子来了 他就问商人 不问马 有没有商人呢 他没有问马 他晓得人比身口贵重 人是无价之宝 人比一切都贵重 我们叫灵魂无价 灵魂无价 所以他说我这个 被你做错事 我必须原谅他 因为他 他这个 他这个灵魂宝贵 比什么一万两黄金更贵 这是懂得 尊重人的价值 因此这个叫什么 不轻易发怒 假如我们今天 都会想这件事情 就不会随便发脾气了 第四 还要不计算人的恶 这句话很重要 什么叫计算人的恶 原来是累计 累计人的恶 人家做一件不好事 你把它记在心里 明天再做 又记在心里 这个攒起来 攒起来 攒到后来 你猜怎么样 攒到后来 你会得cancer 会得累 会得炎症 得癌症 因为这个 不愉快 挤在心里 挤到后来就受不了了 就发作了 就是病了 所以我 我处理过很多 我们教会弟兄姊妹 得炎症 所谓cancer这种病 有个共同的原因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炎症 都有个worry 就是有忧虑 而忧虑常常是什么 计算人的恶 人家不好 恨在心里 恨在心里 恨久了 就变成毒瘤了 就出毛病了 我不敢说 这是绝对科学的说法 至少我已经发现 很多人有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句话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你人家得罪你 赶快原谅 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计算 不要累计 他一次原谅 你原谅 他得罪再原谅 不要永远原谅他 因为你想到人都会错 你也会错 我们得罪神更多了 假如不原谅人 神也不原谅我们 我们有一个主导文 基督徒主导文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我们要免人的债 就像神的你免我债一样 你免我那么多债 欠债 我应当免别人债 这就是将心比性 我们应当这样算 那么这个不计算 人的恶在原文 希腊文有个意思 就是不要截开 别人屋顶的瓦 你不要把人家屋顶的瓦 给打开了 屋顶瓦掀开了 把掀开的话 什么都漏出来了 就好像说我们讲 这个拉里头 你不要把帽给摘开 截在人家窗巴 不要截开窗巴 那个意思 不要截开窗巴 不要把人房顶的瓦打开 人家有个瓦遮蔽 你不要给他打开 计算人的恶是这个意思 讲到瓦 我就想到王安石 我们宋朝一个大政治家 王安石有首诗 好像打油诗一样 很有趣味 他的诗是五颜诗 他说风吹屋檐瓦 风吹屋檐瓦 瓦坠破我头 瓦掉下来把我头打破了 我不恨此瓦 因为此瓦不自由 此瓦不自由 什么意思呢 风吹屋檐瓦 瓦掉瓦坠破我头 我不恨此瓦 此瓦不自由 他一说风吹了瓦 瓦打来 你怪瓦什么用 他是不自由 他不由自主 他自己不能负责 他是个无生命的东西 风把它吹掉了 你坐在那 放屋檐这么打在头上 那你恨瓦干什么 你恨错对象了 那么他把这个事有哲理 他说今天把一切 对你不好的人都当做瓦来处理 当做瓦 他今天也许由于利欲熏心 或者利害冲突 来对付你了 那你就把他当瓦好了 使那个利欲在他心中 利害关系 使他能够这样对付你 那你就把他原谅好了 像王安石一样 此瓦不自由啊 他没有犯 免于犯罪的自由 他没享受到 所以他才会对付你 能这样想 你心中开广了 你就享受这份爱了 拜托上帝借助这个节目 帮助你认识他 得着爱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就是爱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没有惧怕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享受自由 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不再恨人 不再烦恼 不再忧伤 因为你担当了一切 我们用爱 用这个角度去看一切 人事物都是可爱的 我们觉得别人可爱 主啊你也爱我们 让我们也觉得可爱 谢谢你 求你赐福这个节目 祝福每一个收看节目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